大家好,我是美式小厨娘 今天制作辣子炒鸡块 鸡腿两个剁成块 洗去血水 控干水分 注意一定要控干水分 防止火小出汤 尖椒我用的是螺丝椒 香料是八角 桂皮香叶 花椒和一小块白纸 干辣椒调个酱料 碗里放豆拌酱 排骨酱 生抽 拌匀 锅中加油 葱姜爆香 下入鸡块 炒干水分 注意不要炒得太老 太老了鸡块就会不嫩 加入酱料 炒香炒出红油 下香料 香料是最好是在酱料之前下 刚才给忘了炒香 放料酒 加水 盐 白糖 胡椒粉 中小火烧10分钟 然后减去葱姜香料 加鸡精大火收汁 汤不多时下尖椒 蒜末 炒至尖椒断生起锅即可 这个菜是不勾芡的 要稍微有点汤汁味道才更好 喜欢美食的朋友 请订阅美食小厨娘 小热 我们下期再见